馬上來關心天氣 我們先來看颱風動態了 第20號的輕度颱風閃電 它目前的位置 還是在鵝鵝鵝冰東南東方的海面上 向西朝巴士海峽的方式前進 氣象局在今天早上 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同時預估 最快是在今天傍晚 就會發布陸警 我們要提醒 在巴士海峽作業的船隻 一定要特別注意 同時在東部東南部 橫春半島 還有中部以北的沿海空曠地區 跟外島都很容易 會受到這個颱風 外圍環流的影響 會有8到9級的強震風 進入北海岸 以及東部還有橫春半島 這裡也會有長浪發生 所以前往海邊活動 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那麼由於今天 東北季風整個減弱了 所以各地的氣溫 稍微有回升一點點 我們看這個清晨溫度 大概都是在18、19度左右 不過高溫的話 北部地區是可以回升到 26、27度 甚至是28、29度 中南部可以來到30度 日夜溫差是還蠻大的 另外在降雨的部分 油與水氣比起昨天 也在少一點點 只有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區 還有在宜蘭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其他地方則都是多雲道晴 我們還是提醒您 如果有要到這些地方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北 油 油 油